Hello大家好,这里是带大家探索宇宙的科幻战舰,我是主播米妹 今天为了介绍的是一部惊悚科幻片《生存回圈》 一个女生在人群中醒了过来,她发现周围的所有人都陷入了昏迷 每个人脚底下都有一个红圈,当她想离开这个圈时,警报就会响起 触碰到别人也会触发警报,有个男人提醒她不要乱动,有人在监视着他们 接二连三不明所以的死亡让所有人都惊慌失措,开始大声的争吵 突然有人发现每个人都可以通过控制自己的手,移动地上的光标箭头 对他人进行投票,每个人都只能看到自己投的是谁,得票数最多的人就会死亡 他们既不能选择已经死亡的人重新投票,也不能不做选择 如果回合倒计时结束没有死亡人选,就会在人群中随即挑选一个人死亡 人群再次陷入了争吵,此时有年轻人提议先投赎老年人,人们都同意了 但在面对一个53岁处于缓解期癌症患者时 年轻人再次坚定地要众人一起投死他,引起了公愤 众人一起将年轻人投死了,死亡游戏继续 癌症患者建议大家进行自我介绍,了解自己为什么会被抓到这里来 找到这个游戏背后的原因,一个女仪女子站出来说自己是单身没有小孩 众人觉得她没有牵挂投死了他 人群中再次有人提议先杀死黑人 这个种族歧视的话题再次引起了人们的愤怒 他们一起投死了那个带有种族偏见的人 片刻之后他们决定每个人都投给自己右手边活着的人 看看票数一样会发生什么事情 但很明显有人作弊,出现了两个票数相同的人 一个黑衣小哥站出来说 自己看到男人将票投给了孕妇 所以他将票投给了男人 只有这样才能救下孕妇 而后他在众人面前分析 票竟然不能投给自己 那么最后一定会有一个人活着离开这儿 他提议让孕妇和小孩活到最后 大部分人都表示同意 但在生存压力下 有人站出来反对,甚至以小孩的成绩不好为由要投死他 票数一直在小女孩和孕妇之间徘徊 一个男人站出来问有没有志愿者 愿意为他们挡枪牺牲 现场的人都沉默了 一个16岁的小哥站出来说自己不愿意杀人 自愿带地他们死亡 一个黑人大哥阻止了他 自动走出了红圈选择了死亡 但这并没有阻止小哥的选择 他在下一轮从容地走出了红圈 此时所有人都看见了一个刚从阿富汗回来的军人 似乎都希望他自动走出红圈 将他放不下自己的家人 不愿意死亡 再次有人提议 没有小孩的人站出来当自愿者 一个男人却将矛头对准了一个女童 在一番言辞激烈的严谨后 终于一起投死了他 场上剩下的人已经不多了 黑衣小哥知道有人一直想投死孕妇和小孩 他提议分成两对 一对和自己一起保护孕妇和小孩不被投死 此刻人性的黑暗面已经暴露无遗了 一个银行工作的白发老头 生死力竭的怒吼 要将小孩投死换取自己活着的几率 几轮投票过后 场上只剩下了五个人 想自己活命的长发男 想保护孕妇和小女孩的黑衣小哥 还有一个从来没投过票 且一言不犯的胖子 小哥和孕妇一起干掉了长发男 然后投死了胖子 场上只剩下了三个人 小女孩自愿站出来保全孕妇 他和小哥约定好一起走出红圈 但小哥却在最后一刻将票投给了孕妇 孕妇和小女孩双双倒下 令小哥意外的是 投票倒计时竟再次响起 原来孕妇肚里的孩子也算做一个生命 小哥毫不犹豫地将票投给了孕妇 他躺在地板上醒过来 重见天日的他在外面看到了 悬浮在空中的飞船 故人觉得结尾飞船的出现 略有一点画涉天足 这部影片在人性方面的讨论 已经非常出色 将我们生活中能够遇到的所有问题 都摆在了生存的角度下 在这样的环境下 你会选择生存还是道德 这是一个问题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了 如果你点赞公主转发的话 我就陪你一起看好看的电影哦 科幻战舰带你看进各种精彩科幻电影 下期见了